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投資朋友見面了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 是在中午的12點41分 我們今天提早錄影 為什麼我們今天提早錄影 因為我梁老師下午要去上課 那為什麼下午要去上課 因為身為一位分析師 我們有所謂的在職訓練的這種規定 也就是說在職訓練 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既然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們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做好 同樣的 作為一位投資朋友 你也有你必須要做好的事情 作為一位投資朋友 必須要做好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怎麼樣 就是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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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字 說起來簡單 可是呢 你在操作股票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為什麼 經常啊 個股的走勢 股票的走勢 跟你的想法會怎麼樣 完全不一樣 各位投資朋友 作為一位投資朋友 作為一位投資朋友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賺錢 那為什麼這麼多投資朋友 賺不到錢嗎 為什麼賺不到錢 難道是股票市場 沒有錢可以賺了嗎 各位投資朋友 有幹嗎 給大家 這不是賺到了嗎 這不是賺到了嗎 8月11號這一天 有一檔股票 我還簽了兩個名 有沒有 我說它的股本比高橋小 EPS比高橋高 那這檔股票 8月11號的時候 它的收盤價是32.7 8月11號 32.7 這是8月12號 8月11號這一檔股票 是不是收盤 32.7 對 那8月12號這一天 這一支股票 怎麼樣 我們拉近一點 多少錢 34.95 怎麼樣 掌停板 誰告訴你 股票市場 沒有錢可以賺 到目前為止 大盤漲了56點 跟我兩老師跟一點 跟你講的完全一模一樣 我怎麼說 我說大盤每次怎麼樣 只要跌破9077一定怎麼樣 一定會反彈 有沒有 有沒有反彈 反彈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麼樣 你的股票能不能讓你賺到錢 這是昨天 這是今天 8月11號 有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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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說過了 這些都只是怎麼樣 開胃菜 這些都只是小點心 這些都只是小意思 重點在什麼地方 33塊的時候 高 高 喬 高 喬 你有買嗎 沒有買 去那裡 拿錢 41塊 你聽我的話 該賺的錢 你一定賺到手 你不聽我的話 三十塊 高 喬 41塊 高 喬 8塊 錢 所以我為什麼講 松上 小意思 那單錢啊 77塊 有說嗎 梁老師你不說 我沒有說 高橋給你賺 8塊錢 各位 大家要什麼 我說松上是小意思 三十幾塊的那支股票 也是小意思 解鈔 也是小意思 解鈔 也是小意思 高橋 33塊 到41塊 8塊錢 欸 那 單錢呢 77塊 會不會漲 77塊的時候 我說它會不會漲 這漲啦 啊 今天呢 今天呢 拉近 今天到哪裡 98.3 看到嗎 現在大家都在問 單錢 會不會上一百 我說 單錢 會不會上一百 跟你有什麼關係 就算它上了一百 那又怎麼樣 如果你沒買的話 就算它上一千 那你還是沒關係 你還是沒賺到嘛 77塊 單錢 記住 98塊 21塊 這不真叫做大錢 你 你拿著說 一支股票 一支股票讓你賺個一塊兩塊 這就是大錢喔 很多老師股票怎麼樣 漲了一根掌丁板 會員大賺 恭喜 不是 我一個在栽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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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 通常開胃栽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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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錢77塊 今天多少 98塊 一張股票兩萬一千塊 你買個十張 二十一萬 你買個一百張 才多久的時間 各位投資朋友 才多久的時間 該賺的錢 你有沒有賺到 松上你有沒有賺到 結貸你有沒有賺到 三十幾塊的股票你有沒有賺到 高橋 我不用問了 單景 我也不用問了 你給他你只會問我兩好四 兩好四啊 單景會不會上一百 我跟你有什麼關係 就算他上兩百 你沒買 跟你有什麼關係 誰都股票市場賺不到錢 我兩好四我上節目 7月21號 第二天 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訴你 單景這支股票 那我們在節目裡面不能領獎 他會不會漲 對不對 那我就怎麼樣 我們不能用肯定句 我就用怎麼樣 我就用疑問句嘛 趕快歷書嘛 你應該在摘嘛 那你有聽到我兩好四在講單景 七十七塊的時候 那你也知道我兩好四故意問你 還會不會漲 可是你沒買 你今天只會問我兩好四 兩好四啊單景會不會上一百 那有什麼樣 你七十七塊沒買 就算他上一百 你也只是看別人賺錢嘛 該賺的錢你還是沒賺到手嘛 不單單是單景 高橋 你賺到手了嗎 松上 你賺到手了嗎 給他一松上 給他這支股票 今天這檔股票 創新高耶 我當時怎麼跟你講松上 我說 你在錯過這支股票 你就永遠無法原諒你自己 大盤有沒有創新高 還沒嘛對不對 松上有沒有 創新高對不對 你看大盤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嘛 班級有沒有創新高 有沒有 我為什麼在節目裡面苦口婆心的告訴你 該做的事情 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兩好四要去 在職訓練 我就把它做好 雖然節目提前錄影 該做的事情 我一定會把它做好 那你作為一位投資人 投資朋友 你該做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 就是賺錢 你在股票市場 難道不是為了賺錢嗎 那你在股票市場是為了什麼 為了消遣 為了無聊 不會吧 那我兩好四為什麼 一又在趙爾山的告訴你 哪一支股票 你為什麼不聽 各位投資朋友 會不會上一百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也不要問 單景這一支股票 今天已經98塊了 那 如果你單景沒賺到 高橋沒賺到 松上沒賺到 結貸沒賺到 三十幾塊的那支股票 你應該知道那支股票是什麼嘛 對不對 你也沒賺到 那表示怎麼樣 表示你沒有盡到你的本分嘛 你應該做的事情 你沒有做到嘛 各位投資朋友 單景已經98塊了 我相信你也買不下手了啦 七十七塊跟你說 你不買 98塊 我相信你也買不下手嘛 但是 各位投資朋友 單景 這樣 單景這樣 好 來 你看一下這一支股票 這一支最新的股票 各位投資朋友 他的股本 比單景還要小 還有我簽名嗎 他的EPS 比單景高 非常非常的多 EPS 美股稅後盈餘嘛 對不對 不但股本比單景小 EPS還比單景高 我告訴你法人最喜歡這種股票 那這張股票 法人還沒發現 你等到法人發現 我有沒有跟你講 法人是怎麼樣 如狼似虎 看上的東西 他非要到手不可 各位投資朋友 這一檔股票 法人還沒有發現 我提早告訴你 他的股本 比單景還要小 他的EPS 比單景還要高很多 會不會更降 更降 那這一檔股票 他的股本 比單景還要小 他的股本 他的EPS 比單景還要多 而且法人還沒發現 會不會更降 更降 一切盡在不言中 單景你買不下手 那就算了 這一支股票 我今天給你的 這一檔最新的股票 股本比單景小 EPS 比單景高很多 會不會更降 更降 一切 對 盡在不言中 要不要把你 該做的事情 做好 投資人 該做的事情 是什麼 都去探集嘛 還有別的嗎 你不要問我 今天給你什麼樣的優惠 我只能告訴你 今天喔 各位投資朋友 看在你之前 我講的股票 你都沒有賺到的份上 今天我給你優惠 我給你的優惠 我給你的優惠 當你知道我今天給你什麼樣的優惠 你會什麼樣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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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問我今天給你什麼樣的優惠 你先跟我的助理聯絡 我的助理會告訴你 今天我梁老師給你什麼樣破天荒的超級大優惠 我只能告訴你 當你知道 我今天給你的這一個優惠的時候 你會有最重要的優惠 如果你還沒有進到你的本分 你該做的事情就是賺錢 都沒有做到的話 今天這一檔最新的股票 股本比單景還要小 EPS比單景還要高很多 還有我簽名嗎 這不是我沒說的喔 這不是我沒說的喔 那這一支股票會不會講這樣講這樣 單景已經這樣了 單景有什麼股本 這支有什麼股本 單景有什麼EPS 你自己看看 這支是什麼EPS 各位投資朋友 法人還沒有發現 你等到法人發現的時候 真的一切都來不及了 你也不要去跟法人搶了 因為怎麼樣 你搶不到 現在這一支股票 法人還沒有發現 你還買得到 會不會比單景更降 更降一切 盡在不言中 明天這一支最新的股票 跟著我進場 今天我給你什麼樣的優惠 來 趕快 跟我的助理聯絡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謝謝 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再度來到第二個階段 作為一個投資朋友 你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想太多 你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你的本分是什麼 就是要賺錢 可是為什麼這麼多的投資朋友 來到這個股票市場 大家都想賺錢 為什麼絕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都賺不到錢 難道是股票市場沒有錢賺嗎 我告訴你喔 股票市場如果沒錢賺的話 我不會在這裡啦 我這樣說你了解嗎 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漲到哪裡 股票市場真的沒有錢賺嗎 沒錢賺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呢 你今天只會問我 梁老師啊 單景會不會上100 有意義嗎 你為什麼當時 單景77塊的時候 不來問我 梁老師啊 單景真的可以買嗎 就像高橋33塊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來問我 梁老師啊 高橋33塊 真的可以買嗎 你來問的話 你該賺的 不是說賺到手了嗎 各位同志朋友 77塊 高到8塊 那你77塊沒買的話 我相信你98塊 你也買不下手了啦 我也買不到 買不到手啦 那怎麼辦 該賺到 該賺的你都沒賺到 難道沒有錢賺嗎 難道我沒有告訴你嗎 松上我沒告訴你 不會吧 捷泰我沒告訴你 不會吧 高橋 你77塊 那為什麼我有這張圖呢 是你沒買吧 是你沒聽我的話吧 是你的本分沒有進到吧 是你該賺的錢 你該做的事情 都沒有做到吧 那你每天 一樣的啊 每天我也是從怎麼樣 9點開始看盤啊 看到1點半啊 對不對 你也是從9點開始看盤啊 看到1點半啊 那為什麼我的股票 你都看到了啊 那為什麼你還是賺不到錢 因為怎麼樣 你沒買 就這麼簡單 那就像我講的 你單景 77塊你沒買 你現在98塊 我相信你也買不下手了啦 我如果是在這個地方 說一 講一句很實在的話 不要說是你 77塊沒買 98塊 我也買不下手 那怎麼辦 你要是聽他說 單景會到100 誰說的 那到100又怎麼樣 你77塊有買嗎 沒有買嘛 對不對 那這樣不是怎麼樣 人家吃米粉 你在旁邊 發燒嘛 這沒有意義嘛 重點是怎麼樣 該賺的錢 你一定要賺到手嘛 這檔股票我從來沒有讓它曝光 我從來沒有在電視上講過 這檔股票 你不要亂猜 好不好 這檔股票 各位朋友朋友 它的股板 比單景還要小 它的EPS 比單景還要高 我都簽名了嘛 我都簽名了嘛 有沒有 會不會比單景更 更 一切 單景是什麼樣的股本 單景是什麼樣的EPS 單景這樣的股本 這樣的EPS 就可以這樣 那這一支股票 我都簽名了喔 股本比單景小 那你認為它會怎麼樣 該說的我都已經說了 要不要聽 我說過那是你的自由 錢 要不要賺 那也是你的自由 那如果你來股票市場 你是純粹為了怎麼樣 為了 沒有了 為了 為了 消錢 那我尊重你 可是那 如果你來股票市場 為了是要賺錢 可是那你都沒有賺到錢 股票市場真的沒有錢賺嗎 那傑泰為什麼今天會漲停板 蛤 為什麼今天松山會漲停板 為什麼單景今天會創新高 為什麼高橋會從33塊 漲到41塊 沒有錢賺 這都過去了啦 我們就不要再講了啦 好不好 今天我給你這一支最新的股票 它的股本比單景還要小 單景這種股本 單景這種股本 可以這樣 它的EPS比單景高超多 單景這一種的EPS 你自己看 可以這樣 那這一檔股票 會不會比單景更這樣 我們不要講 會不會比單景更這樣 一切 我們不要講 一切 從東上到高橋到單景 挖苦口婆心 為的就是要讓你 把應該賺的錢 把它怎麼樣 賺到什麼 那今天 如果你之前都沒賺到錢 這一檔股票 明天跟著我進場 我說過我今天 你不要問我今天 給你什麼樣的優惠 我只能告訴你 當你知道我今天 給你什麼樣的優惠 你一定 又這樣 又這樣 好好把握 趕快跟我的助理聯絡 祝大家賺大錢 謝謝 沒特代 謝謝